今天就会和大家示范一个比较酥茶茶的台式蛋饼 我们一起看一下材料先啦 做什么吃 这个蛋饼 这个食谱是可以做出我们台湾台北车站的效果 你忘记了吗 你和我去台湾去年而已 哇 一年前而已 就是台北车站 我从那条小巷捐进去的 然后呢 然后长接是超酥茶茶的感觉 然后呢这个也是酥茶茶的造型 应该叫酥茶茶的 我觉得他的普通话是这样说的 神经病 自己做 那我们因为要做这个酥皮的感觉 那时候吃不出来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一些面粉 再加一些普通的油 全部倒进去 因为要煮的 煮它三分钟 用中火 煮到它没烟有点微熟了 它会稠了 因为呢 它现在的原理呢 就是 待会将一层粉团 再将一层油酥 这样搭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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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成 一个夹心 总之是可以弄到它很脆脆的口感 夹料 弄到它有点滚滚的 OK 差不多了 就把它倒进这个碗里 放凉备用 这些呢就是中筋面粉 就是可以用来做饺子皮 或者面条 这样的 然后再加2g的盐 加一点味道 不过这些东西真的很脆 这些东西的蝦 总之呢它要是热水 然后呢就倒进去 烫一烫的面 等它发烤 放在比较暖的地方 整一整面 鬆一鬆的根性 接着就等 45分钟 怎么搓面团呢 轻轻搓一搓 还是很轻轻的 那呢就把它搓成正方形 刚刚Bubo煮好的油酥呢 就平均地搓在这块面饼上 然后呢就把它卷卷卷卷 包住那些油酥 然后就可以产生很多很多层出来 我们就要把它大约分为4个 一定要包住那边呢 看哪个包包 身边 这样就完成了4个不同大小的面团了 哈哈哈 我觉得有点厚度呢 那个口感会好 因为太薄呢 我上次就试过会干了 就折一点油在我们的煎柄那里 我会煎了不靓仔的向上 最好就有一些大一点的瓶子 我会好一点 丁丁的秘诀又来了 就是要疯狂压它 压它呢 它才会逼出那个油酥的夹层出来 才会香香脆脆 然后准备了 四龟 让做酱油膏 我在台湾的超市买回来 因为通常呢 心会焦了 但是边还没焦 要弄到它好像手炸饼的感觉 好了 酥叉叉 鸡蛋 这个是我的做法 大家可以不需要跟的 没有酱油膏 不需要害怕 总之甜甜的 或者加一点蠔油 因为我要轻轻煎一煎蛋那边 又要再扔回去 轻煎的 然后再扔回去 就可以下酱油膏 就是这个时候下的 整个风味跟你说不一样 因为它会令到蛋饼濕潤 然后呢 就要剪一块羊 肉松 再加多一片芝士 完美 完美 这个是酥叉叉的 很酥 它会脱皮 对啊 酥到脱皮 冷一点 才会有酥叉叉的 看来你也有给人物疑问 你这个词点 为什么 你跟那边说 可能就是 他是不是 问是什么 对啊 然后呢 就变成了一个很漂亮的 书叉叉 台式蛋饼 就完成了 我们过去那边试吃吧 好 我们现在试吃 好像刚刚盖着拍照 很厚实 不太厚实 不太厚实 差不多了 那话说我都单身了 洗脚子 都单身了五年了 我一向都是比较抗拒 认识心意性的 还有我觉得我自己有恐懒症 你会不会有这种问题 我没有这个问题 但是我怀疑 你读书 甚至乎现在工作 接触男孩 都比我多 所以我觉得你会 我中学的时候 哪里要接触多男孩 不是啊 I mean你的大学的时候 和你工作 全班都一个男孩 最终于他不是喜欢女孩子 我觉得你最接触多男孩 是出来工作 上班 你知道我身边 全部人都是女性 即使是有PR 工作上的同事 你不会和他们一起 就是不会有男性朋友 你明白吗 那些人问我是不是读女校 所以他觉得我那种 害怕男性的程度 好像是未接触过異性 我很怕我对他的想法 和他对我的想法不好 出错呢 那就糟糕了 如果你说清楚 我们是bro 这样去 整个事情可以 我有bro的朋友 也有姐妹的男孩 但是如果你进入了矮昧期 我未必对你有兴趣 但是你又可能对我有点兴趣 我就会立刻很害怕 我甚至乎是明明单身 我都跟别人说 我有男朋友 然后别人约我出来吃饭 我不知道有没有意思 然后我都会说 我男朋友不给 但是那时明明自己单身 所以你每一次都觉得 这个人不错 我通常一见钟情 我的大陆感是具准的 这个人不适合你 见多久他都不适合你 没错没错 为什么突然想玩交友APP 因为我实在单身太久 我之前都是处于一种 比较时间工作 或者是上学的人 或者是朋友 即是毕业之后 都觉得 空开寂寞 我不是很朋友 不不不 即是我的朋友 原来全部都要上班 原来没人陪我的 然后好像你不断问别人 你什么时候放假 然后拿个假表 一个星期突然一天 但别人都未必想给你 不是不想给 是真的要分配的 是的 我说 我都要代入别人去想想 别人想不想给我 那天才 可能别人一千零一日 如果给我 我都可能想留在家里 然后跟某朋友聊天 然后他就推介我玩一些交友APP 我之前也玩过 因为就算聊天 我也觉得很不适合 不停踩中我的地雷 我不知道为什么白羊座的地雷 是周地都是 很容易踩 你每一步都会碰到地雷 你觉得我也有多少地雷 当然 但为什么你会完全离开 但你会说 你不要说这些东西 或者你会被人知道 因为是你的地雷 是 我会直接说 不会在这里 明明不喜欢 是吗 不要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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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穿着鞋子不要紧 脱海 我一开始 我的朋友推介我玩 交友APP都有几种 最认真的那种 就好像叫做 Bumble 中间就是Coffee Meat Bagel 然后第三个 就是比较出名的 就是Tinder 最多渣男渣女 一开始我就先玩这个 Bumble 那些人真的摆明是 结婚样的 那些 就是比较成熟 很老实 一开始就摆到一个 我也觉得 Sporty 偏坏的 好像经常在club那些 我就很喜欢人 懂得说笑 懂得说话 然后他又很懂得说话 他直接 聊了两句 就说 我打算 quit这个APP 你WhatsApp我 直接丢了他的电话给我 这样子 他就是我第一个 跟我交换电话的人 Add了他的WhatsApp 然后他说话 又有什么BB 那些很快 已经说一些很sweet的东西 哪有叫我去他家吃饭 但是无端聊到有一天 不认机 是明明我说话 跟他聊天 他可以on line 但是不认我机 那我一开始玩 我是很投入 很认真 我是不开心了几天 起码三四天 我真的哭了 你知不知道 我有哭 原来男生说话 是不需要成本的 所以厚花 或者哄到开心 已经在我的杂恶条件 禁止了 那第二个呢 带我几年的男生来 偏成熟稳重 那一定会交换大家 做什么工作 要不然 真的不知道怎么谈下去 那我就说 我有空喜欢拍片 那对方很快就 已经猜到是youtuber了 例如 大家会问一下大家 你做什么啊 你知道我九成时间都在煮食 那我回答他 我煮食啊 然后他说 你在拍片啊 What What 我人生是不是做所有事 洗澡 我时也是为了拍片而生存 可不可以我煮个早餐呢 为什么又要跟拍片关系呢 我就会很臭 那就算我为拍片呢 我就说没有在做自己的东西 你剪片啊 你明不明白 自己的东西 所以 youtube不是我的生活 你可不可以不要把我的人生 和youtube真的拉得太近呢 他还要说想看我剪片啊 我之前就以为 喂 这么sweet你看我剪片 他想学啊 那我们不要在这些交友APP 问一个女生怎么剪片啊 我教你做完这些东西啊 Friend呢 就教我你要疯狂让些人去吃饭 那你才知道那个人合不合你 因为有些人呢 可能你whatsapp是很合谈 但出来可能真的没东西 或者你whatsapp不断踩中你地雷 但出来是很幽默 封锁中人高 他报称他的身高是180 那我就 我真的纯粹为了他的身高而出去 那我就出来 他迟到 OK啊 不要紧的 不是你迟就是我迟的 我从两尺以内可以看到 你真是180 他走过来呢 戴了口罩 他看这个位置加上他的发型 我就知道 不行不行 真的不适合做朋友 或者男女朋友也不适合做 因为完全是 他的那种自信啊 我觉得他和我是两个世界的人 那就不要紧了 难道我马上跑走 但如果他追着你呢 是啊 我就怕 挺好玩啊 我第一次截了19 因为那天天气比较热 其实他一向说话是很认真 是完全没有半点 色色或者曖昧 是没有的 那我就觉得这个人其实是很老实 我才会出去 和我都聊了几个礼拜 谁知道 他临出门口之前 他跟我说 今天天气很热啊 你穿少些衣服啊 那些人是说 冬你穿多件衣服啊 是啊 或者穿薄一点也好啊 你不要叫人家穿少些衣服啊 真的我就觉得好色色啊 这件事 接着我就回答他 我穿了羽绒啊 看到面了 他再问多我一次 你穿羽绒的 穿衣吧 他摆明是175而已 为什么要报清自己180呢 就算我不是执着身高 我觉得你报大数 这件事也是很不老实啦 那如果将来拍拖或者一起 你一定会有更多谎话会说 所以 整个感觉都很不好啊 接着已经有意无意地 嗨我啊 我已经觉得很不舒服了 如果我对那个人有点好感的话 可能都OK 但是我会减分 我真的会减分 我已经整个人硬了 一直飘开 那之后吃饭啦 问了我整个youtube的人生 由为什么会开始拍片呢 youtube的事业最高峰 最开心的时候 是因为什么事 有没有试过一些很低潮的经历 被人骂啊 我好像在做一个访谈啊 你明白吗 是不是有camera 是不是有隐藏摄录机 对比太强烈了 他每天都翻写字路 但是我比他多知多彩一些 所以他觉得 我很inspiring到他 觉得我可以很追梦啊 就算说了我的youtube生涯 给他听 但他也不知道我叫丁丁的 当然我特意没有说 那个名字的丁丁 而且我交友的名字 我也不会用丁丁这个名字 因为我不想别人 认识youtuber那个我 我想知道我真实生活的那个我 因为始终你拍拖 你也不会和youtuber那个丁丁去拍拖 你和一个正常我自己的拍拖 那我之前的手机壳上面 就有写了我的名字 丁丁的 然后我不知道是不是他拿到 那他就说 拿手机壳来看看 那我是很害怕 然后我立刻抱着自己的手机 因为我真的不想让他知道我的名字 因为我说了我所有的东西 我不想他看我的youtube频道 对了 我这样 然后快点啊 在这边走着 快点啊 然后在那里害我 然后我那时就觉得有点害怕 我很厉害被别人这样害 去逼我 我还笑笑口的说 不看得了 就是有点重要的东西是不看得的 然后他说 你再不让我看 我折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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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那时真的无管 跟他还在贴近我的耳朵 然后我还没回答他 他就一下子折了我 我怕你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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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碰我的腰 我真的忍不住 我叫了出来 你太大声了 是红叫 整个商场都听到 然后全部人都放着他 然后我不是特意的 我也是吓到 因为我猜不到他真的会碰我 然后他也吓到 然后他就 你用他的声音 快点 快点 你中毒我 我真的 你不要再碰我 然后 我真的要求你 你不要再碰我了 我真的觉得很骯髒 然后说给你看 我银行密码 所有都给你了 你不要再碰我 你不要啊 然后我就 给你看 给你看 雙手缝水 就是看我IG 哇 几千个赞 哇 挺新的啊 然后立刻对我改观 又变得客气 知道了我 可能有人看 有人follow 都不是流 感觉到他那个尖尖的 表情 然后就是 好丁丁 然后就觉得 什么了 在那样说我的名 我真的很想走 我想拍他的照片给我的朋友看 然后就把我摄光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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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最惨是闪眼 结果立刻缩 就拍不到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还要被人知道 所以 我也不知道 可以出什么大号你 我今次就是分摊会了 我就想跟大家说 不适合的feel 就是不要硬出来 而且真的要先看熟这个人 他在那里说些 穿少些衣服 我已经觉得 哇 你是不是想有一些下一步的 吃完饭 不知道他做什么 我很怕是这些 所以你真的觉得那人可信 你才去加油 当然我不是猜出 大家玩这个加油 我们下一条影片见 唉 说起很吵 Bye 拜拜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